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留学澳大利亚》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澳洲留学决策 城市选择与生活成本对比 2.澳洲留学体验 艺术院校的创意熔炉 3.澳洲留学规划 备考策略与入学考试要点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澳洲留学决策 城市选择与生活成本对比 好的 让我们来聊聊澳洲留学的那些事 特别是关于城市选择 和生活成本的那些哲学问题 首先选择澳洲留学城市 就像是在超市买牛奶 选择太多 让人眼花缭乱 你可以选择繁华的悉尼 那里的歌剧院比你的期末考试 还要引人注目 或者是文艺的墨尔本 那里的咖啡馆多道 可以让你每天都尝试一家新的地方 直到毕业 也可以选择宁静的阿德莱德 那里的生活节奏 比考试周还要悠闲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生活成本 这可是每个留学生 都要面对的现实问题 悉尼和墨尔本 这两个城市的生活成本 就像是他们的地标一样高耸 让你不得不仰望 住宿 交通 娱乐 每一项开销都可能 让你的钱包受伸 但别担心 这两个城市的打工机会 也像是他们的夜生活一样 丰富多彩 总能找到补贴生活的方式 如果你选择了布里斯班 那么恭喜你 你找到了一个平衡点 这里的生活成本相对较低 而且阳光充足 可以让你在不花一分钱的情况下 享受户外生活 至于珀斯 那里的海滩和日落 是免费的天然好处 但是请记住 珀斯离其他大城市有点远 所以如果你的家庭和朋友 在东海岸 那么旅行成本 可能会是一个考虑因素 阿德莱德和堪培拉 则是那些喜欢宁静 和更低生活成本的 学生的理想选择 在阿德莱德 你可能会发现自己在一个美丽的葡萄园里瓶酒 而这瓶酒的价格 可能比你在悉尼一顿外卖的费用还要低 堪培拉 作为首都 提供了许多文化活动和博物馆 这些大多是免费的 这对于喜欢吸收知识的学生来说是个不错的福利 最后 不要忘了塔斯玛尼亚的霍巴特 那里的生活成本 可能会让你感到惊喜 而且 那里的自然风光 足以让你忘记所有的学业压力 总之 选择澳洲留学城市和考虑生活成本 就像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冒险 你需要权衡城市的个性 教育资源 工作机会 以及你的个人预算 但无论你选择哪里 记住 澳洲的留学经历 总是充满了惊喜和挑战 就像是一场精彩的澳式足球赛 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但你知道这将是一段难忘的经历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澳洲留学体验 艺术院校的创意熔炉 当然 澳洲留学体验本身就是一幅多彩多姿的画卷 尤其是在艺术院校 那里简直是创意与自由精神的大熔炉 不断翻滚出新奇的艺术作品和想法 首先 让我们来描绘一下这幅画卷的背景 澳洲 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 以其独特的野生动物 壮丽的自然风光和多元文化而闻名 在这样一个环境中 艺术院校就像是生长在沃土上的奇花异草 充满了活力和创造力 进入艺术院校的第一天 你可能会发现自己被一群穿着各式各样 色彩斑斓的衣服的学生包围 他们的穿着打扮 就像是他们个性的展示 每个人都是一件独一无二的艺术品 课堂上 你可能会看到一位教授 他的头发可能是紫色的 讲课时不时 还会引用一些古怪的流行文化参考 让学生们捧腹大笑 在这里 创意不仅仅是一门课程 它是一种生活方式 学生们被鼓励去达破常规 挑战传统 将他们的想象力发挥到极致 不管是绘画 雕塑 表演艺术 还是数字媒体 每个角落都充满了实验和探索的气息 有趣的故事 哦 那是数不胜数 比如说 有一次一个学生 为了完成他的雕塑作业 竟然把整个学生宿舍 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艺术装置 他用废弃的家具 彩色塑料袋 甚至是食堂剩下的餐盘 创造了一个让人叹为观止的空间 虽然宿管人员对此并不是很高兴 但这件作品 最终还是在学校的艺术展上大放一彩 或者是那次 一个表演艺术般的学生 决定在校园的中心 湖泊上演一出即兴剧 他们搭建了一个小舞台 观众们坐在岸边 看着他们在水上表演 结果 一只好奇的鸭子加入了演出 成为了意外的明星 这场表演不仅仅吸引了学生 连过路的鸟类都成了他的粉丝 在澳洲的艺术院校 每一天都可能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 这里的学习不仅仅是关于技巧和理论 更多的是关于发现自我 表达自我 以及如何将自己的内心世界 转化为触动他人心灵的艺术 这是一个既严肃又不是幽默 既充满挑战又极富乐趣的地方 在这里 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艺术家 每个想法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杰作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澳洲留学规划 备考策略与入学考试要点 好的 同学们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那个遥远而又充满袋鼠和考拉的地方 澳洲 以及如果你想去那里留学 你需要做哪些准备和考试 首先 澳洲留学规划 这不是去野餐 你得有个计划 你不能只是说 嘿 我想去澳洲留学 然后把护照扔进背包 戴上防晒霜就出发了 不 你需要一个计划 一个详尽的计划 备考策略 这个听起来就像是准备进入战场 实际上 也差不多 你需要战胜的是语言考试 比如雅思 Gills 或托福 Tof 还有可能是专业课程的考试 这就像是你要和一群考试题目 进行一场澳式足球比赛 你得训练好你的阅读 协作 听力和口语 确保你能在考试中得分 雅思和托福 这两个考试就像是澳洲大门的守门员 你得让他们满意 他们才会让你进去 雅思要求通常在6.0到7.0分之间 而托福则在80到100分之间 这意味着你不能只会说 GDMate或者只懂得怎么点一杯Flight White咖啡 你得证明你的英语足够好 能在澳洲的学术环境中生存下来 入学考试要点 这个就更具体了 如果你想读本科 可能需要提供高中成绩和SET或ACT成绩 如果你想读研究生 那么GRA或GMAT可能就是你的新朋友 这些考试就像是澳洲沙滩上的沙子 看似无处不在 但你得找到最适合你的那一片沙滩 现在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 雅思考试是一场在澳洲沙漠中的考试马拉松 你得穿越写作的沙丘 跨过阅读的干旱平原 越过听力的岩石山脉 最后在口语的绿洲中喝上一口清水 而GRA或GMAT 那就像是在大宝礁潜水 你得身前到数学和语言的深海中 找到那些隐藏的珊瑚答案 最后 别忘了签证这个小细节 没有签证 你连澳洲机场都进不了 就像是没有门票的观众 只能在电影院外面听听电影的声音 所以 亲爱的同学们 如果你们准备好了 要去澳洲留学 就开始制定你的计划 备债你的考试 准备好你的奥式幽默 然后就可以向着澳洲的冒险出发了 记住 澳洲不只是有袋鼠和考拉 还有无数的学习和成长的机会 等着你 加油 亲爱的观众们 澳洲留学的城市选择和生活成本 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 但也是一个让人兴奋的冒险 无论你选择哪个城市 都会有独特的魅力和机会 等待着你 生活成本可能会让你有些担心 但也有许多打工机会 可以帮助你补贴生活费 无论你选择哪个城市 澳洲留学的经历都会充满惊喜和挑战 就像一场精彩的澳式足球赛 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但你知道这将是一段难忘的经历 艺术院校是澳洲留学的一个独特之处 那里的创意和自由精神 使其成为一个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大龙奴 在这里 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艺术家 每个想法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杰作 这是一个充满挑战和乐趣的地方 你可以达破常规 挑战传统 将你的想象力发挥到极致 在澳洲留学规划中 你需要有一个详尽的计划 考虑备考策略和入学考试要点 旅研考试如雅思和托福 是进入澳洲的门票 你需要在这些考试中表现出色 入学考试要点因不同学位而已 你需要提供相应的高中或本科成绩 以及可能的标准化考试成绩 同时 别忘了签证这个小细节 没有签证 你是无法进入澳洲的哦 最后 我鼓励大家开始制定你们的计划 备战你们的考试 并准备好你们的傲视幽默 澳洲留学是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经历 无论你选择哪个城市或学校 都会让你的留学之旅 充满色彩和无限可能 现在 让我们一起探索澳洲的留学世界吧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转 设计 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